現在是2月6號 禮拜六早上 七八點 我錄取MIT了 太訝異了 我想說 昨天沒收到消息 所以就沒事了 沒有錄取 沒有消息 現在心跳好快 好扯喔 恭喜你啊 好扯喔 既然會錄取 為什麼 你對自己沒信心嗎 沒信心啊 嘿嘿嘿 我是Jerry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又到了申請海外研究所的季節了 身邊也一直有朋友敲網問我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申請研究所的一些乾貨 這個系列我會分幾集 希望可以幫助到想要申請海外研究所的大家 第一集我會給大家講一下我的申請的初衷 選校 如何準備 準備的過程 以及錄取的結果 以及最後的一些建議 第二集我想給大家分享的是SOP 讀書計劃 或者是Personal Statement 推薦信 履歷等等的準備方針 我知道現在的大家可能正在準備GMAT或者是GRE 但是我個人GRE考得非常非常爆幹爛 MIT錄取我真的是破天荒了 應該是已經刷新了他們歷史以來最低的錄取門檻 因為去年做了氣胸手術 事後恢復中沒多久又要開始工作 也沒有時間好好準備GRE 到底我GRE考幾分呢? 在這個系列的最後面我會公布我的GRE分數 天啊我覺得這個比出櫃還要有更大的勇氣 還要承擔會被MIT黑掉的風險 不過如果我把這個分數講出來的話 一定可以給大家大大的激喜 我覺得其實機運也很重要的 因為去年手術後恢復工作之後 我馬上接著盲信產品上市 同時又買了房子在搞裝潢 其實沒有非常多心力去準備申請這件事情 所以當初抱著丟丟看的心態 也沒有找留學代辦 想說有上就有上沒有上也沒關係 一言一逼之我有16個字想要送給大家 認清自己了解對方 拉近距離不留遺憾 讓我們開始吧! 申請初中 你一定要了解自己想要什麼 因為這跟我接下來要講的選校策略有關係 什麼算是夢幻學校、落點學校或者是保底學校呢? 以及你要如何去調整自己對這三個類別的期待 你是想要留在美國工作呢? 還是滿足求知慾? 還是移民或者是補強工作技能呢? 用或者是自我實現 或者是想要轉換跑道 甚至是只是純粹為了生活體驗而已 當做一個人生的休息期間 去那邊交交朋友或者是求偶 你要了解自己的原因目的 比如說你想要留美工作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找Stamp Program 它可能有-3年的OPT 你可以留下來工作 體驗生活、旅遊的話 可能要找一個大城市 你去機場就隨時可以去到美洲的任何一個地方 我們來談談如何選校 如何選校在剛剛16個字當中呢 就是了解對方的一個過程 很多人是第一次申請海外的研究所 所以會考慮要不要找留學代辦 像我那時候有一個在BCG工作的朋友 他就推薦了我一個留學代辦 有提供一個免費的諮詢 我可以先了解看看 因為我2016年的時候 錄取了慕尼黑大學、柏林工業大學 等等的一些歐洲的Data Science科系 所以我那時候跟代辦講的 我Target的學校都偏向BA 或者是Data Science 尤其我又都只投夢幻的學校 像是MIT、Stanford、Harvard、Berkeley 有學代辦就很坦誠的跟我講說 那你這些科系都算是夢幻科系 因為你根本就沒有相關的經驗 反而他看了一下我的經驗 他建議我去申請看看有沒有OR Operations Research或者是工業管理 可能機會還比較大 在這些名校當中 雖然被留學代辦的高昂的價格給嚇到了 大概五個科系起跳就要七萬五左右 那每家一個科系可能好像加個六七千 其實在整個代辦的產業來講 這個算是相對便宜的 但是還是很感激有這個機會可以跟他們討論 因為第一點我原本只Target 這些夢幻學校的Data Science 或者是Business Analytics的科系 但是他反而給我提出了另外一條 專業的路像是Operation Research 或者是工業管理 第二個就是他點出了這些夢幻學校 他們其實很在意 比如說你有沒有在之前的經歷當中 有一些直接的專業經驗 或者研究成果 但其實我都沒有 所以在這個選校的環間 我當時就是考量了我的初衷是什麼 我的時間成本 還有我的金錢成本 因為我在研究所交換的時候 已經去過歐洲了 在出社會開了工作之後 也去過了大陸工作 去過了新加坡工作 在亞洲兜了一圈 所以如果說能選擇的話 我這次會Target在美國 而且我也只專找STEM Program 給我了畢業之後三年的OPT 我想要我在美國有多一點的保障 儘管那時候我覺得 我畢業之後應該還是會回新加坡工作的 但是我那時候在選系的時候 我就選了想要學一些語言程式 很多人以為我去念書是念MBA 但其實我在台大已經念了一個商研所 MBA了 我不要再念管理學院了 因為我的人生花在管理學院的時間 已經是六年半了 在這個時間點那時候快30歲了 如果要為了念書放棄我在Apple的工作的話 那肯定應該是很好很好的學校才值得我這樣放棄吧 所以那時候只Target世界前10名的學校 時間跟學費上面也是一個考量 我不想要花太多時間 比如說我兩年的 那可能就太久了 而且可能月久生活費學費也都會比較貴 照理來說大部分的申請者都會申請五道時間的研究所 大概分為三類 就是夢幻科系 落點科系 還有你的保底科系 我知道我要的是充實工作技能之外呢 又可以體驗異國生活 同時達到自我實現 或者是交道理 準備過程呢也就是不斷的拉近彼此的距離 不斷的證明你的目的經驗特質都是符合對方所要的學生的理想型 這些東西呢不外乎就是你的GPA GRE GMAT TOEFL 或者是IELTS 你的推薦信 你的SOP 你的CV 在透過以上這些東西拉近距離前 如果說你一開始已經選對了專業 其實你離你的目標科系已經很近了 我建議大家也可以這樣子用Excel整理你要的科系 這樣子一來可以節省重複上網找資料的時間 因為你已經把這些常常會去看的網站的連結放在這邊了 第二點呢你也可以把這個東西當作一個提交的檢核表 去檢查自己有沒有去漏交了一些東西 第三點呢是可以幫助自己去檢視不同科系的不同的側重點 很多學校在SOP都有字數的限制 有的學校要SOP又要Personal Statement 有的學校要提交了影片去講一個自我介紹 有的學校只要兩封推薦信 有的學校要三封推薦信 透過這樣子的整理你大概會知道每個學校想讓你去呈現的一個方式是不一樣的 第四點呢是提醒自己不同科系的截止日期 因為如果說你的時間快來不及的話 你可能會有優先順序要從比較快截止的開始準備 第五點呢是我當初也利用了這個表呢 整理了我全部需要我推薦人幫忙寫推薦信的科系 他自己也方便去做檢查 以免搞錯還要推薦的一個對象 另外我這個表後面呢也會整理出 就是我在不同系所的系統上面繳交的時候 需要重複填寫的信息 像是推薦人的一些基本資料 他所服務的單位 他的職嫌是什麼 他與我的關係是什麼 電話 Email 或地址 這些都是在不同的學校的系統會重複提交的訊息 所以我統整起來會比較方便複製貼上 其實我六間生前的學校我都是放在夢幻科系 而我也已經做好心理準備 如果都沒有上的話我也沒關係 因為我知道我的機會成本是 我已經快30歲了那時候 而且已經在全世界最有價值的公司上班 也買房了 每個人有不同的初衷 舉例來說 如果你只是想要花最短時間在美國工作的話 你應該Target STEM的科系 看一下大城市 因為通常大城市的工作機會多 美國的公司習慣在當地的學校招募 你可能要選一年的program 學校的排名可以不用看那麼重 如果說你去美國念書是為了想要交一個ABC男友 然後結婚的話 那你可能要選一個華人比較多的學校或城市 像是USC 南加大就好像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講到GRE都是很多人的夢魘 因為要被三次簽個很艱難的單字 你打開了單字的APP 10個有15個你不知道 蛤? 5個從哪裡來的? 就是例句中的其他單字你也不會知道是什麼意思 舉個例子 你知道貓叫唇的英文是什麼嗎? Catterwall 我在這裡要非常感謝美琪、俊毅、小君、Scott 還有宋佛的Austin 準備非常非常痛苦 每天都背單字背到兩三點 而且那時候還是數後其實對健康非常不好 GRE分兩塊 quantitative數量的話其實還好 通常亞洲人的數學 國中程度就可以考到接近滿分的程度了 但難的是在verbal、語文 我無法分享太多 因為我在前面講了我的GRE考非常非常爛 所以有機會的話 我希望可以請我同班同學馬來西亞人 考340分滿分的生人來分享 但是呢我強烈推薦一個APP叫做默默背單詞 它利用人的學習曲線還有遺忘曲線 去每天propose給你你應該背什麼單字 你可以自己設定目標你每天要背幾個單字 譬如說你設定每天要背500個單字 它會按照你的遺忘曲線 譬如說有可能300個是你以前24天背過的單字 200個呢就是新的單字 然後它的介面也非常簡單 如果你記得不記得或者是模糊 你可以按不同的按鈕 那對於記憶模糊或者是忘記的單字 它就會在之後出現 直到你下次按到它你記得為止 而且它在下面也有各種例句 你可以就是透過例去再去背更多的GRE單字 或者很多其實你已經背過了 那你也可以交叉複習 如果你今天都還沒有打開這個APP的話 它可能會在晚上8點放了一個音效提醒你 你還有多少個單字沒有背喔 APP的icon它也會有500個這個紅色的 你就會很明顯你會想要去消掉它 就這個默默背單字是非常科學 跟你做了一個量身打造的一個單字APP 我那時候好像就是一個半月 然後背了3000個完全你以前沒看過的非常堅塞的單字 可見這個以往曲線是真的 就是非常的有效 雖然你常常會被GRE的一些很奇怪的單字給氣到吐血 我大概8月初報了GRE 然後到9月要考的前一週 我才發現很多學校的系列網頁都已經把GRE的要求給拿掉了 所以我那時候心情上會比較輕鬆一點 結果去了之後還是考很爛 但是考完之後我也沒有想要再考第二次了 講到托福也是很有陰影的 第一次準備托福是2014年的時候要準備交換學生 補了送佛補習班 這個非常溫馨 價格實惠又高效的一個補習班 那時候他對於低收入還有一個減免的優惠 真的是很少有補習班還願意照顧柔式族群的孩子們 在2016年因為那時候準備申請歐洲的學校 準備雅思考了7.5分 一直以來覺得雅思都比托福好考 時隔6年之後呢 我又在Facebook上聯繫了Joyce老師 老師說他記得我啊 然後問了我的近況 我就說我最近在準備申請美國的學校也要考托福 那能不能請老師幫我看一下作文還有口說 老師非常爽快的答應了 我真的覺得非常感動 因為我都已經沒有上課6年了 卻還是受到老師的這個幫助 我那時候還去到送佛的教室 找到老師跟他對談30分鐘 老師馬上就點出了我口說上一些內容不夠充實的點 去年10月只準備了3天 考了93分 老師鼓勵我 修正一下口說的內容充實度 閱讀聽力再加強一點點 可能就沒問題了 所以我12月的時候又再考一次 後來我花了兩個禮拜準備的這個二站呢 就考到了101分 講到這邊想跟大家分享的 其實不管GMAT GRE GPA 托福 IELTS 都是考到門檻分數就好了 邊際效應是會遞減的 與其把行李花在3站4站5站 不如把這些行李拿來花在SOP讀書計劃 personal statement 履歷或者是推薦信給好好整起來 而經過這次疫情呢 因為有些國家的學生考不到託服 或考不到GREGMAT 一堆學校也不看GREGMAT了 像這次哈佛就非常嚴格 申請者不能在任何地方去揭露自己的GRE分數 不能在履歷上面提到 也不能在你提交的時候 在補充的文件上偷偷帶上了GRE的分數 就是為求大家的公平性 可見疫情呢 讓美國學校們看到了 GREGMAT並不是選材的唯一標準 以下是我的優缺點分析 給大家做參考 具體關於我更多的背景呢 我在我第一支影片其實也有提到 大家如果想知道的話可以去參考看看 要如何拉近我與這些夢幻學校的距離 如何寫出句句坑腔 直地有聲的讀書計劃跟推薦信 就是主要關鍵了 想要知道這些乾貨的 請別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錄取結果 我原本想要申請期間研究所 但最後只丟了六間 最後呢只上了一間 MIT的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原因呢我覺得有幾個 這次呢 申請的都是PM工程或者是數理類的 夢幻學校呢 如果不是MBA也不是BA的話 普遍來講都還蠻重視學術成果 或者是直接的相關經驗 比如說我其中申請的 Harvard跟MIT的computation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其實就非常吃重數學 統計 資訊工程等等相關的經驗跟能力 如果今天我是申請我的落點學校 或者是我的保底學校的話 或許就像我當年錄取 MIT大學的Beta science一樣是有機會的 然而這些世界前10名的大學 哪一個申請者他不是在他大學的時候 就已經有非常多學術研究 或者甚至是發過期刊 在各種城市語言競賽當中是有獲獎的 而我從初社會工作到現在 其實都沒有跟Computation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還有別人有直接相關的工作經驗 更遑論是研究經驗 第二點 許多2020年錄取的學生們 他們都defer了一年 2021年才準備入學 這就擠壓到了我這屆申請的一個名額 我有一個朋友他在34年前 申請到Harvard的Computation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program 那他在今年也一樣跟我一起重新申請 但他再次就沒有入學 我們都很訝異 而且他在之前是申請上了還有獎學金 但今年卻是什麼都沒有 第三點 疫情反而讓更多人去申請了 因為大家都在家工作 可能有人甚至沒有了工作 他們可能就會有更多時間想要申請學校 去年開始因為疫情 很多學校都不看GIE或GMAT了 反而鼓勵了更多申請者 像是我 最後一點呢 看GIE的學校還是知名商的 像是Stanford 他們就非常堅決要看GIE 那我非常非常爛的GIE 肯定不是他們青睞的一個分數 但是我錄取的MIT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他們其實也是看GIE的 可能是我出社會 從HPE工作到在Apple工作 其實都是供應鏈 跟這個科系是高度相關的 這六個科系之中呢 原本以為Berkeley應該是比較包底 而且那時候跟他們的校友面試 找了我一個Apple的同事來面試我 我們聊得非常愉快 但不知道為什麼到最後就是沒有入學我 可能應該是因為名額的關係吧 我也沒有提交我很爛的GIE給他們 認清自己 了解對方 拉近距離 不留遺憾 到最後如果說什麼都沒有上的話 其實我也不會有遺憾 因為我自己一開始的期待 我就已經調整好了 後來跟蘋果的一個主管有機會聊天聊到 我要去美國MIT念書的一個就學動機 是想要幫助Apple改善自己 Demand Planning Supply Planning的一個流程跟系統化 結果這個主管跟我講說 你這個十個月就好好的交朋友 不要把太多focus放在學業上面 因為他覺得學業其實你上網 都可以去找到很多資源去增進你的一些skills 但是在那邊十個月 你認識到的人跟資源卻是無價的 在之前面試心法的那個影片呢 我有提到朋友建議我可以提供一對一的諮詢服務 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繼續幫我填寫問卷喔 我這次連結也一樣放在資訊欄下方了 如果未來有開通這個服務了 也一定會第一時間通知有填寫email的大家喔 也非常謝謝之前已經填寫問卷的大家 今天先到這邊 如果有問題的話 歡迎留言讓我知道喔 喜歡這個影片的話請幫我按讚留言分享 記得訂閱我才不會錯過下集的相片通知喔 以及之後去MIT的vlog校園生活 掰掰